如果工价 实际工价 我不是说名义的最低工资标准 我说实际最低工资标准 实际最低工资标准 沿海不能从14-15块钱涨回20块钱的话 22块钱的话 那么我说就是说 不能保障底层污染阶级的实际收入的话 那么8月份9月份 所谓的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迟 其实就是年轻人的就业率会提高 也不行 太低了 他这个什么三四线城市9块钱10块钱 9块钱10块钱一个小时 你看我播了 我还不止的 我播了这个5个小时了 我还83块钱 我的实行16块钱 哎呀 也高不了多少 也高不了多少 我这个随便调管 因为会有人给我什么上键什么的 几百块钱 一下子几百块钱了 这不能比 我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不要给我冲啊 你们都给我稳住 不要给我上键 不要给我上键 我的那种好虚伪一样的 我们评价就是说 我不赞同一些媒体上说的是什么 到了这个秋天过去了 反正就是开学了之后 会逐步逐步的年轻人就去就业了 那这个